现在房价跌的有多惨 这是前几年贷款一百万买的房子 买了房还不到五年 一天没有住过 一万块钱一瓶买的 到现在不到五千块钱一瓶 真是后悔买房了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大家好 我是阿坤 现在房价跌的有多惨 是越跌越跌越厉害 五年前我贷款一百万买的房子 现在五千块钱一瓶都不到 想把房子卖掉 该买就没人卖 前几天我挂在中介 想把房子卖掉 挂了好几天 一个人卖的都没有 我就到中介问了一下 现在这个小区的房子 房价是多少 听他们说 那个小区的房价 现在不到五千块钱 当时因为自己年龄大 快三十了嘛 付个首付 想买个房 找个对象结婚用 当时跟朋友一起买的 朋友是买来房子 投资用的 当时我一直认为 朋友的眼光非常好 我朋友是在20年卖的 当时他卖的房价是最贵的 那时的房价是一万五一瓶 我朋友卖掉房子 还净赚五十万 而我买的这个房子 现在五年了 从之前买是一万一平房 现在掉到不到五千块钱一平房 挂到中介 该也百万卖不掉 现在银行还每天推我去还款 银行还整天给我打电话 说现在你已经逾期了 如果不能按时还款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把你这个房子去法拍 现在也是我最纠结的一件事情 因为前几年经济比较好 工资也比较稳定 每个月还着六千块钱的房贷 感觉自己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就在刚过完年 我们公司不景气 公司裁员把我给裁下来了 现在房子房贷 已经逾期两个月了 现在我就在想 能不能先把房子卖掉 把银行欠的钱先还了银行 这也是我最纠结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贷款一百万 现在房子买了五年 还了五年贷款 我的还款方式是先锡后败 虽然还了五年贷款 但是本金还了寥寥无几 这也是我最纠结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房价不到五十万 就能买一套 而我的房子银行贷款 还有八十多万没还完 大家认为我这个房子 还应不应该继续还款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之前买的房子贵 现在卖的便宜 哪怕我之前买的是一万块钱一瓶 现在是五千块钱一瓶 哪怕再过去两年 有可能这个房子 连两千块钱一瓶都不到了 我现在真的是后悔啊 后悔自己买了房子 平白无故的多了几十万的债务 即使把房子卖掉 还要欠上几十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下你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我们互相去探讨 有好的意见 我也会采纳的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